截圖一下 其实这样就是它原来的XML内容 反正以后你看到XML你先分析一下 它的root在哪里 然后它有几层 如果它有很多层 你的爬的方法就不一样 一层一层一层的进去 因为刚好目前看到的 主要大部分都长这样 少部分如果有变化 你可能要自己再稍微做一个调整 因为如果多一层 你就要再进去那一层 把那一层里面的东西再解析出来 或者你可以配合那个find 你会发现在我刚好查过 就是说相关的方法这边都有 比如说包含说它怎么去find 怎么等等的 它的所有的方法这边都有 所以像get root这边有 像pass这边也有 或者是说它可以做find all 可以去找find test也可以 就是说它里面可能很多层 没关系你就用find好了 那find它也会找到它的位置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很多层 相对的比较不好写 但是我找了一下我发现 我们之前本来那个 Jason跟CSV都可以下载成一个什么 成一个test tester我们刚刚这边有没有像这边就是可以什么 可以把它下载成一个html test 然后直接就可以切割做了 但问题这一题的话比较麻烦 为什么因为这一题的话呢 它因为有一个什么有一个pass 我这边把它复原一下我这边重来一下 因为我这边要怎么做 我把细节跟各位讲一下 那比如说这边的话呢本来是长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要下载 那特别注意就是pass pass是解析这个档 也就是说呢它目前只接受一个档进来 但是它没有接受一个自串 那之前我们如果说用其他的都是可以接受自串 但问题来了 那如果一个档怎么办 后来我就想了很多方法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怎么样呢 干脆我这边下载 下载之后自串把它存档 存在那个位置下面再去开起来 再去pass那个位置就好了 所以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下载存档嘛 所以在这个中间我就先写了一段 那一段的话因为之前也有写过类似 所以我把它写放在下面 就是下载之后再开启 所以怎么下载 我应该还记得吧 input一个request 有没有input一个request 然后用requestget get这个XML的档 然后一样是UTF8 差别只是说呢 我这close可以不要 就是把它存档起来 就是用fopen 用w的模式 就是帮我把它存起来就对了 存的路径在哪里 存在这个路径 那我就把这个路径怎么样呢 把它Ctrl C 直接在pass的位置 Ctrl V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你下载到那里 那我就去把它抓过来 这样应该可以吧 目前想到的方法是这样的 如果你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主要是找说 ET里面有没有一个不要pass 因为pass只能说爬那个 那个什么呢 爬某个档 但如果要pass一个字串的话 这个好像会出问题 所以也许啦 你们有同学如果可以的话 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或者是说有没有其他 如果没有暂时这样 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OK 那我就把它怎么样 先下载 再去开启 然后一样底下就是把它做 所以执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 就print出来也没问题 最新的资料 那并且也可以怎么把它write出去 打开的话呢 应该也会看到 它已经帮我写成一个CSV档 那未来呢 用Excel开启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XML转成Excel用的这个格式的话 就没有问题 那未来如果说 因为你假设电脑开始要随时 自动去update 自动去执行的话 其实后面我还有提到 因为会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这个东西 我希望每天或者每隔多久 去帮我下载一次 因为我要不断去监控 然后最好是帮我一直存档 不过存档你可能不能一直复写 不然一直复写就这一个 你要不然就是那个写出去的规则 后面加一个那个当天的日期跟时间 或者写到资料库里面去的话 那我后面有补充一个 所以如果说你要自动执行的话 在那个网路上面 我的这边 我有在这个云淡白板里面 也有放一个自动执行的 第十个单元 这也是我想出的 因为一般的坊间书籍 都是教什么 教你用那个 我们Windows里面有一个叫排层的功能 不知道哥没用过 在那个排层功能 其实也不好 不好设定 因为他设定好几个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你如果好多个排层的话 你每次要设定很麻烦 所以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这边这个是用内建排层的 排层这边有一个什么排层工作 你就设定一下建立工作 那后来好像感觉执行起来 我觉得又不是很OK 所以后来我就想到什么方法 因为在那个什么呢 VBA里面 VBA里面反而执行那个 自动执行功能 比Python更强 它里面有一个物件 其实就指的eSale本质 eSale里面的话 有一个方法叫on-time on-time on-time意思是说时间到做什么 所以如果你今天 假如底下还有说明 如果说你要去执行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利用VBA去呼叫Python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所以两边可以互相 结长补短一下 至于怎么做 其实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在VBA里面有个指令 叫share share的话就是说 我要外部呼叫指令 外部呼叫哪一个 我呼叫那个Python的路径 去帮我执行那个py的module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帮你去执行的 如果说你每隔五秒钟 执行一次的话 你就把它写 application on-time 时间到就执行 时间到去执行 或者是每天的几点几分几秒 你也可以用on-time 时间到就执行 不过前提就是说 你的VBA是要开 你的eSale是要开启状态 就是你要把eSale开启就对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application 物件 其实指的就是eSale OK 当然其他还有什么 如果 你用其他的工具写可以的 你用那个 所以最好是用微软的 为什么 因为Windows是微软的 所以你也可以用csharp写 csharp里面也有share 然后VB里面也有share 所以你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每隔一段时间 自动呢 让那个你的python去执行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 不过 目前我想到的 可能比较简单 而且又易于取用的 这边我有做一些分享 你们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第十个单元